花蓮市復興街一間老宅咖啡廳 在3號的時候傳出火警 市長魏家燕在第一時間表達關切 也指派公所團隊了解受災戶的需求 同時在日前也協同了社勞課長 還有國安里長等人到現場去探視受災民眾 還發放了慰問金 位在於花蓮市復興街戶正事務所旁的老宅咖啡廳 3號晚間6點左右發生火警 並伴隨大量農煙串出 事故發生原因出判為電線軸火導致 所幸當時屋內沒人 但所有身材器具全都複製一具 出估損失超過百萬元 而市長魏家燕除了在第一時間表達關切外 也指派公所團隊了解需求 那在這邊今天也來慰慰我們的咖啡店的一個老闆 那剛剛也詢問過 就是大概見識的一個結果 那也希望說老闆未來的一些出路 那剛剛也跟老闆了解了 就是說我們咖啡廳可能未來會朝向我們復原的一個狀況 那也希望說在復原之後生意能夠跟以前一樣好 那今天就是來發放委員金來關心我們的一個老闆跟老闆娘 那在這邊也跟我們所有市民朋友們呼籲 未來在家用的一個部分 如果要出門或是出門門 請記得將我們的一些插頭或者是瓦斯要關起來 才會影響到一些火災的一個部分 市長魏家燕日前在社勞課長小職位 國威里長胡維鴻及國安里長蔡月勤等人的陪同下 請之前往探視受災民眾 並呼籲市民朋友 用電安全必須遵守五不一沒有 也就是用電不超過負載 電線不綑綁折損 插頭不潮濕張屋 電源插座不用不插 周圍不放可燃物 以及不要購買沒有商品安全標章的電器 並請在家中安裝住宅用警報器 才能將災害損失降至最低 也維護自身的生命財產安全 記者 許立晴 華靈市報導